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做什么事啊 都想让别人听我的 恨不得所有人都听我的才好呢 其实那个时候也没认识到 这是一种狂妄性情啊 还觉得自己挺不错的 信神以后呢 通过读全能神的话 我才认识到自己的这个狂妄本性 而且看到自己啊 不但是有野心和欲望 还特别地自高自视 有时候呢 说话呀 做事呀 都不会跟别人商量 就是想自己说了算 虽然是对自己有点认识 可是觉得啊 这也不是啥大事 记得有一次看到神的话说 性情不变化 就是与神为敌 还有啊 与基督不合的人 定归是抵挡神的人 我就琢磨 性情不变化 就是与神为敌 那要是人性好点的人呢 或者是对神有顺服的人呢 那还用性情变化吗 那性情变化 到底是指什么说的呢 因为我觉得 我们信的是基督 基督就是实际的神 信基督不就是顺服基督吗 那顺服基督 就是与基督相合呀 特别是想到自己 也撇下工作了 也放下家庭了 那就是选择为神花费 那这样不更是 信基督与基督相合的表现吗 其实啊 那个时候不知道 不明白 信基督必须要达到 生命性情变化 才能与基督相合 所以尽本分呢 那就是凭热心做 也不知道 什么是生命进入 也不知道 什么是性情变化 可以说呢 一点生命经历都没有 直到什么时候 才有点真实的认识呀 直到经历一次 严厉地修理对付之后 那个时候啊 再去反省 认识自己的时候 就看到自己的本性 真的是挺狂妄的 于是啊 不知道去寻求真理 不注重去实行神的话 对神呢 一点顺服都没有 可以说呀 根本就不是 以基督相合的人 经历过这次 修理对付之后 我对神说的 性情不变化 就是与神为敌这句话 才有点真实的体会 感谢神 感谢神 二零一四年的时候呢 我因为在中国 信神受到中共的逼迫 被迫逃亡到海外 来到海外之后啊 弟兄姊妹看我 挺热心花费的 而且素质还可以 就推选我做了教会带领 还常常被教会推荐 在一些活动上 发言啊 接受记者采访啊 这些呀 可都成了我的资本了 这人本来就挺狂的 有了这些资本之后啊 那人就更狂得没边 心里就觉得吧 自己是教会当中 不可多得的一个人才 那是干大事业的 当弟兄姊妹再提出来 要商量一些 在我看比较小的事的时候 我就不愿意参与 就觉得弟兄姊妹 小题大做 如果弟兄姊妹 要问我两句啊 心里就觉得不耐烦 这么点小事 你还问啥呀 值当的吗 该咋整咋整呗 要是再多问我两句 那好了 那语气当中啊 就是质问家指责 甚至就是高高在上 教训弟兄姊妹的语气 其实当这样对待 弟兄姊妹的时候啊 心里也觉得有点不合适 觉得对弟兄姊妹 是一种伤害 可是你得知道 人要活在狂妄的性情里 那是一点人性都没有 就这么一点点的自责 很快就消失了 在生活当中是这样 在工作当中呢 也是这样 在这个金本分的过程当中啊 就是什么事都想自己说了算 跟丁子妹一块商量事的时候 要是听见不合己意的 这样意见或建议的时候 就不加思索地立刻给人驳倒 而且啊 把人贬得一文钱不值 就想一切事都按照我的意思来 我也很少把工作当中的问题呢 拿出来跟同工一块 商量商量 寻求寻求 因为我觉得啥呢 自己进 自己尽了一段时间本分了 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凭自己的看呢 也能分析研究得差不多 同工呢 也对业务不熟悉 然后呢 他们也不太懂 那你要跟他们说 那他们还能有什么高见吗 还能比我看得透啊 所以心里就觉得 这样商量 那不是浪费时间吗 也是个走过程 慢慢地呀 就不愿意跟同工配搭 当上层带领来了解工作的时候啊 心里也觉得挺烦 就不愿意接受 别人的监督和提醒 其实自己呢 也觉得自己这种情形 好像不太对 弟兄姊妹也提醒 就说呢 你呀 太狂妄自私了 你不愿意与人配搭 你尽本分做工作 不接受别人的监督提醒 也不愿意人插手你的工作 面对同工的这个提醒帮助啊 其实可以说是修理对付 我呢 也没当回事 心里就觉得啥呢 我是狂了点 生命进入是浅了点 也没啥变化 但是我本分没当我 所以啊 这也不是啥大事 心里就没拿弟兄姊妹的提醒帮助 当回事 就不以为然呢 觉得这狂妄性情 或者是这个撒旦本性吧 它变化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 所以啊 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眼不前我还是先务实点 先把本分尽好吧 可是当人活在这种狂妄性情里啊 不是一点感觉也没有 当时呢 觉得心里面也挺空落落的 有的时候吧 在做完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反省反省 说我在这件事情过程当中 这件事办完了 我得到哪些真理啊 进入了哪些原则呀 生命性情有什么变化呀 其实都没有 咋看呢 我天天就是急于做事 批于做事 而且事情一多的时候啊 心里还满了火气 好像点会儿就着 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 跟神祷告呢 也是走过程 跟神没有什么心里话说 直合神话呀 也没有什么亮光和开启 那个时候啊 心里又觉得挺空虚的 然后啊 也挺焦躁的 就感觉呢 这越近本分呢 离神越来越远了 心里摸不着神了 就有点害怕被神撇起 那个时候就迫切地来到神面前 敦神祷告 神啊 我自己是拯救不了自己 我自己啊 也控制不了自己 就求神拯救我吧 不久以后啊 一场突如其来的修理对付就临到了 有一次 上面弟兄在了解工作的时候 发现呢 我在处理一笔教会花销上存在问题 而且就是发现 我在决策这笔花销的时候 没有跟同工 也没有跟决策组商量 弟兄就问我呀 说涉及到教会花销的事 你为什么不跟同工和决策组商量呢 你自己一个人就能定啊 面对弟兄的问话 我就感觉无言以对 当时其实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样去回答弟兄 为什么呀 其实我还真不知道为什么 就没有想过 下来呢 我也开始回想 其实那一段时间啊 就是因为活在狂妄的本性当中 一点正常理智都没有了 就不知道自己尽的这个本分呢 是神的托付 应该按照原则去做 应该寻求真理 领导的事啊 应该跟同工啊 决策组啊 大家共同商量 共同决定 可是因为活在狂妄性情里 我就没有了这些理智 甚至啊 一点意识都没有 还感觉什么呢 这事又不是看不透的事 还用寻求啊 还用研究啊 弟兄也就对付我 说你啊 狂妄自恃 一点理智都没有 季武啊 是神选民奉献给神的 应该按照原则 合理地花销 现在给季武造成损失了 那按照原则 应该这个追究责任 当时啊 我嘴上是没说话 可是我心里就不服 不服气啊 就觉得 我又没偷吃季武 这钱也是花在教会工作上了 为啥要有这个追究我的责任呢 之后啊 上层带领就来给我们聚会 也是结合神话 针对我的问题呢 交通解剖 我呢当时呢 也结合神话谈了认识自己 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 我是借交通神话之机 把自己心里的那种 不服不满呀 不理解呀 一股脑的全都发泄出来 我的意思是 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 带领一看 我对自己的本性 也没有什么真实的认识呀 就征求了弟兄姊妹的同意之后啊 当场就把我的带领本分给撤了 其实那个时候 我心里还没有太多的懊悔 接下来啊 带领就开始了解 每一笔花销的细节 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才发现 有一些花销确实是存在问题的 当这个损失一笔一笔地增加 是我一点一点地扩大 已经超出了我能承受的范围了 我的心里啊 才开始害怕了 我就回想 这些花销决策当时 我那种挥手扬言 不可一世的神情 我当时确实有点后悔了 而且吧 还有点恶心自己 就没想到 自己凭着这种撒旦本性 尽本分呢 确实给教会带来了一些亏损 在事实面前 我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 而且啊 横得就抽自己几个耳光 就不敢相信 那是我做出来的事 之后啊 在听到弟兄交通的时候 我念一下当时的笔记吧 现在有一些带领工人 都信神十年二十年了 为什么一点真理都实行不出来 还能随从己意行事呢 难道他们不知道 观念想象不是真理吗 他们为什么不能寻求真理呢 他们为神花费 尽本分起早贪黑 不怕苦不怕累 为什么信神多年 办事还没有原则 尽本分都是随从己意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看这些人做的事啊 我心里都有点惊讶 这些人平时看着挺老实 也不是恶人 说话还挺文雅 没想到 他竟能干出一些荒唐的事 这么大的事 他怎么不寻求 不请示 就敢一个人说了算 竟敢拍板定案 这是不是撒旦性情啊 我碰到重要的事 还得跟神说说 跟神寻求请示 有时候 神说的也不合我的想象 但是我得顺服 得按神的来 重要的是 我都不敢自己做主 万一做错了怎么办 还是让神下断案吧 这点起码的敬畏神的心 是带领工人应该具备的 但我发现 有些带领工人 胆子真挺大 什么事都敢自己说了算 这是什么问题啊 这性情没有变化 真是太危险了 神家为什么要成立决策组 决策组就是几个人 在一起商量 研究 决断一个事 这样就能避免一些 大的差错 大的损失 可有的人就绕过决策组 自己说了算 你们说 这是不是魔鬼撒旦 凡是做事 不经过决策组 就他一个人说了算的 都是魔鬼撒旦 不管哪一级带领 他不经过决策组同意 不上报批准就私自做事 都是魔鬼撒旦 必须淘汰清除 当时弟兄交通啊 就字字句句扎在我心上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 还不知道 当时的背景是什么 可是我知道啊 这实实在在 就是在我身上发生的事 这揭露的全是我的情形 当听到弟兄说 这样的人都是魔鬼撒旦 必须淘汰开除 我的脑袋呀 就疯了一下 我就感觉 就像被判了死刑一样 我心想 完了 这回蒙不了拯救了 我信神的生涯 就就此结束了 我信神啊 就算信到头了 当时啊 我心里就特别地害怕 其实一直以来啊 我就感觉神挺眷顾的 我的学历和工作都不错 而且在神家 金的本分也挺重要的 弟兄姊妹也高看 所以啊 自己就把自己看成 神手中的小宝宝 就觉得自己是神家 重点培养对象 从来没想过 自己会因着触犯神的性情 被神验证淘汰 从这儿我才感觉到啊 神的性情是公义不可触犯 神家是真理掌权 公义掌权 不允许任何一个人 胡作非为 在教会尽本分 就应该按照原则 寻求真理 不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感觉到 大火已经酿成了 这是乱化纪物呀 涉及到触犯神性情 没有人能救得了我 我就等待着 被神家淘汰清楚吧 接下来那几天里 我每天早晨一睁眼 感觉到的就是一阵恐惧 甚至消极得 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 我就觉得 不知道自己下一个要在哪儿 我就感觉 自己犯的这个错误太大了 没有人能救得了我 我只能来在神面前 跟神祷告说心里话 我跟神说 神哪 我错了 我从来也没有想到 我今天会临到这样的下场 以往我不认识你 没有敬畏你的心 在你面前 我狂妄自恃 胡作非为 没有一点理智 今天临到这样的 这个修理对付 我刑罚审判 我看到了你的公益性情 我也愿意顺服下来 在这个环境当中学功课 但是就神啊 不要离开我 我不能没有你 接下来那几天 我就一直这样祷告 突然有一天早晨呢 我听到一段神话诗歌 我跟大家念一下吧 我跟大家念一下吧 临到什么事 你都得有这样的认识 无论临到什么事 这都是我达到那个目标 其中的一个片段 这是神做的 我有软弱 但我不消极 我感谢神给我的爱 感谢神给我摆设 这样的环境 我不能放弃自己的 这个愿望心智 我放弃就等于是 对撒旦妥协 放弃就等于是毁自己 放弃就等于是背叛神 你得有这样的心 无论别人说什么 无论别人怎么样 无论神怎么对待你 你的心智不能变 听到这首神话诗歌的时候啊 我就感觉像抓住了 救命稻草一样 我就反复地唱反复地唱 越唱吧 就感觉心里有点劲了 就想到临到这样的显明 临到这样的修理对付 神是为了让我能认识自己 让我能悔改变化 不是为了要把我清楚淘汰 但是啊 我不认识神 还误解神 防备神 就活在自己的消极情形里 自暴自弃 就觉得神不要我了 但是今天看到神的话呀 神的心意 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而且呀 神还知道我神量幼小 知道我临到这个环境 会消极 会软弱 甚至呀 会放弃寻求真理的心智 神就用话语来安慰我 鼓励我 感谢神 让我认识到 无论临到什么环境 人追求真理的心智不能变 真理到失败跌倒 临到修理对付 这样都是 蒙拯救的必经的过程 人只要能反省认识自己 能悔改变化 那经历了这个阶段之后啊 生命就有长进了 认识到这一点之后 我就感觉心里不那么误解神 也不那么防备神 感谢 就觉得无论神怎么摆布安排 对我肯定都是有益处的 是对我生命负责任的 是 是 所以呀 我就有勇气振作起来 来面对接下来的环境 是 是 当然了 我也安静下来在反省自己 为什么会临到 这样的失败跌倒呢 根源到底是什么呢 当我看到神的话之后啊 我才明白了 神的话说 你里面真有真理了 走的路自然也正确了 没有真理就容易作恶 并且身不由己 好比你里面有狂妄自大 不让你抵挡神也不行 非得抵挡 你不是故意的 是由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的 狂妄自大就是你藐视神 狂妄自大就是你不把神放在眼里 狂妄自大就是你好高举自己 狂妄自大就是你处处显露自己 狂妄自大最后使你坐在神的位上 见证自己 最后把出于自己的意思 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观念 都当做真理来供奉 你看 这个狂妄自大的本性 支配人做了多少恶事 以前啊 我从道理上也承认自己狂妄 可是啊 没有从本性上 对自己有真实的认识 所以呢 还活在自己的观念想象当中 欣赏自己呢 就觉得自己有资本才狂妄 所以对弟兄姊妹的修理对付 提点帮助 就不以为然 一点都不当回事 可是当看到神的话 我才明白了 这个狂妄自大的本性啊 是背逆神 抵挡神的根源 是典型的撒旦性情 人要是活在这种 狂妄自大的本性里 作恶抵挡神啊 那都是身不由己的 就回想我进带领本分以来 就一直把自己看得挺高的 觉得自己什么都行 比谁都强 啥事啊 都想自己说了算 不但自己是这样 而且还想主导 组里的工作 让弟兄姊妹啊 有得按照我的意思来 我从来就没想过 我的想法决断 是不是对的呀 有没有偏差呀 会不会给教会工作 带来亏损啊 直到听到上门弟兄说 遇到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弟兄都会去问问神 就怕万一自己做错了 怎么办 要得到神明确的答复之后 才敢做事 上面弟兄是有真理的人 而且啊 他有敬畏神的心 办事讲究原则 他都不敢完全相信自己 临到重大的事情 还要问问神 让神做决断 那作为教会带领 更得凡事寻求真理了 可我呢 没有一点寻求神 敬畏神的心呢 凡事临到啊 就凭着自己观念想象 做这做那 把自己的想法 都当作真理了 自尊为大 自尊为高 这不是典型的撒旦性情吗 就想想啊 自己跟那天使长一样 要跟神平起平坐了 这是严重触犯神性情的事啊 认识到这一些呀 我觉得狂妄自大的本性 太可怕了 他让人活得没有理智 也让我干出了很多 伤害人得罪神的事 活出的呀 都是鬼样 可神是公义的呀 神怎么允许 这样就是像我这样 充满撒旦性情的人 胡作非为 打岔搅扰神家工作呢 所以呀 今天我被车魂带领本分 真的是活改 是咎由自取 想想我信神这些年 都是凭恩赐 凭观念想象做工 很少寻求真理 所以到现在呢 也没有多少真理实际 其实啊 真是挺贫穷 挺可怜的 我就想 为什么我不会去寻求真理 总是认为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判断是对的呢 其实这就证明 我信神 心里却没有 丝毫神的位置 那就更别提有 敬畏神的心了 今天临到本分上被显明 那是神对我的提醒和警示 如果再不回转的话 最终还是被淘汰 下地狱的结局 当认识到这一些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 神的审判刑罚和修理对付 对人都是保守 都是爱 有神的良苦用心呢 好的 感谢神 其实神审判刑罚人 并不是恨人 而是要拯救人 脱离撒旦权势 脱离撒旦性情 当认识到这一些呀 我心里对神的误解和防备 就少了一些 也感觉 接下来不管神摆设 什么样的环境 都有神的主宰安排 我也愿意顺服下来 感谢神 因着本分上呢 还有一些善后工作 需要处理 我也感觉到啊 这是神给人的 悔改的机会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最后一半岗得占好 在接下来 尽本分的过程当中呢 和弟兄姊妹 一起商量工作的时候 就不敢再凭着 自己的那个狂妄性情 就觉得自己对 让人都听自己的了 而是让弟兄姊妹呀 都发表意见 最后根据大家的意见 来综合衡量 看这事情怎么办 当然在临到观点 不一致的时候啊 我其实还是会狂自食 持守自己 不愿意接受 别人的意见和建议 但是呢 想想之前的 失败跌倒和修理对付啊 心里就有点害怕 就赶紧来到神面前祷告 就是有意识地 去背叛自己 然后呢 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 和弟兄姊妹一起啊 去寻求真理原则 就感觉这样尽本分 心里踏实 所决策的事呢 也能经得起推敲 在和弟兄姊妹 配搭的过程当中啊 我发现其实我的 有一些想法是片面的 借着跟弟兄姊妹 这样交通啊 然后这样探讨啊 对我来讲 无论从真理上 还是从原则上 还有见识上 确实都是一个不足 特别是当看到 弟兄姊妹在临到 看不透的事情的时候 人家会向神祷告 会寻求 会交通 人家就不轻易相信自己 那我怎么就不会 寻求真理 总是相信自己呢 看到狂妄自大的人啊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其实 我被撒旦败坏得这么深 也不比弟兄姊妹强啊 那那以后啊 我才认识到 其实我比弟兄姊妹 就多那么一点点知识 但是在心灵深处 我比不上弟兄姊妹 我不如弟兄姊妹 有敬畏神的心 在这一点上啊 弟兄姊妹远远地 就比我强 其实当看到 这一些的时候 我感觉弟兄姊妹 每个人身上 都有长处 就跟我以前看的 弟兄姊妹的观点 不一样了 我觉得弟兄姊妹 都比我强 我也没啥可狂的 那个时候啊 就能低调一些了 也能融入到 弟兄姊妹中间 跟弟兄姊妹 和谐配搭了 善后的工作处理完了 我就很平静地 等待着教会的 处理结果 但是啊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上面弟兄说 看到我临到 修理对付之后 还能不料挑子 还能尽本分 而且呢 对自己也有点认识 就让我继续尽本分吧 而且还点了 我尽本分当中的 一些问题 当听到上面弟兄说 可以继续尽本分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 我觉得除了感谢神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感谢神 就觉得 经历一次 就是经历这次显明 经历一次 刻骨铭心的修理对付 我才对我的撒旦本性 有了点认识 但是这个代价 其实挺大 因着我 凭撒旦败坏性情尽本分呀 确实给教会 带来了亏损 按照原则 应当接受处罚 但是呢 神呢 没有按照我的过犯 对待我 还给我继续尽本分的机会 按照 我就感觉到 神极大的怜悯和宽容啊 每次回想起 这段经历的时候 我都会因为 因着自己 凭撒旦本性尽本分 给教会带来亏损 而感到懊悔 也对神说的 性情不变化 就是与神为敌 这句话 彻底地服气了 但是更感到 神的审判刑法 修理对付 对败坏的人类来讲 确实 是最大的保守 是最真实的爱 感谢神 感谢神